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 也在湖南 属于淮华市的麻洋县 这个地方自古就是长寿之乡 这儿的老人除了长寿之外 还有一个更加让人惊奇的特征 那就是异常的健康 也变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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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今天来说 我们这个比例是38位 如果再到下个月 那么我们的老人要增加两位 80岁的长寿老人 他们还能够爬山 还能够种地 还有健康的一些 上百岁的老人还能爬树 他们非常健康 年过百岁 还保持着异常健康的状态 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 咱们的记者决定先去 寻找麻洋年纪最大的百岁老人 经过村民的一番指引 咱们很快就找到了 就是这位杨色妹 除了年纪大 杨奶奶还被誉为 整个麻洋县 最具活力的百岁老人 别看她年时已高 可是她一点都不落伍 经常观察现在的流行动态 而且做饭 打扫屋子 种菜是样样都不在话下 而且她还经常一个人 走上十几里的山路 朋友们 一个人 109了 走十几里山路 到镇上去干击 这还没完 估计您都想不到 她这把年纪了 居然还能徒手 穿针 为了证实给咱们看 人家立马拿起了一颗扣子 准备直接上手风 您瞧瞧 这个眼神 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差 那老人家的身体 究竟是个什么状况 咱们的记者决定 请医生现场 给老人做一个身体检查 可以说这位109岁的老人 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 所有人都惊呆了 老人不仅身体十分健康 甚至各项生命指标 都超过了一般年轻人的水平 咱们平常要说哪个明星 容颜不老 一般都用逆生长这个词 你像林志盈 40多岁 看起来跟20多岁小伙子似的 从出道到现在 几十年过去了 岁月一点都没在人家脸上 留下痕迹 可那样仅仅是脸部保养的好 您要说整个身体的状况 都逆生长 我不相信 可是您再瞧这羊奶奶 真是不服都不行 不光是羊奶奶 村子里面还有不少 超过百岁的老人 这身子骨都好得不得了 再给您介绍一位 被称为当地的金嗓子 这位奶奶名叫陈梦菊 已经有104高龄了 每天没别的事 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大声唱歌 您还别说 这生活还挺让人羡慕的 要问他们有什么养生秘方啊 当地人都说 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身体好 几乎不怎么生病 基本上连医院就没去过 药店在他们当地呢 是开一家倒一家 因为没有什么人生病 药也就没地卖去 只能是关张大吉 这就奇了怪了 难不成这麻洋人长寿 这是天寿的吗 这是上天直接赐予的吗